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历史来讲起 我们来讲一讲五十年代末期那一段荒唐的历史 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搞了一场大跃进的运动 这场大跃进的运动主要是分两个方面 在工业方面他们要超音赶美 主要是在钢铁指标 当时的工业还是比较落后的工业 工业形态 钢铁是主要的工业指标 他们要超音赶美 所以说在全国各地 他们要搞土法炼钢 建立了很多土法炼钢的高炉 在农村地区 他们也要提高母产 提高农业的产量 有一些地区的干部 他们就觉得 我们现在母产只有五百斤 那怎么能超音赶美呢 所以要把母产提高 他们就向往上报 说我们的母产是一千斤 另外一些干部一看 已经有人一千斤了 我们不能落后 母产是两千斤 到处就掀起了一股浮夸风 从两千斤到三千斤五千斤一万斤 最后发展到一个 让人不可思议的数字 河北镇定县的一个乡 母产达到了十万斤 大家想一想 一亩地只有六百平方米 母产十万斤把粮食铺在那一亩地上面 差不多有一米厚 什么样的土地 能长出一米厚的粮食呢 不可思议 但是就是有人相信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共产党里面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他来帮你论证 当时的这个大科学家 毛泽东自己 御用的清点的大科学家全学生 他就出来论证说 木产十万斤绝对是有可能的 绝对是可行的 那么那些老十八交的农民 没有文化的农民 他们一看见 大科学家出来论证了 毛主席出来背书了 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已经报道了 这难道错得了吗 我们的木产只有五百斤 那是因为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学习好啊 所以我用我们自己的技术不过关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无能啊 那当然了 当时还有一批人呢 他能够保持自己的理智的 不相信的 那中共有办法对付他们 那就是反右 所以说大跃进 他跟反右啊 他是变形的 两者啊 是不可或缺的 没有反右 他那个大跃进就搞不成 如果不断的有人呢 来提出质疑 如果不断的有人发言呢 说你们这是骗子 如果有人呢 说你们呢 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 那怎么行呢 所以一定要把这批人抓起来 反右啊 就是要清除这批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把他们关到武器干校 把他们关到监狱 让他们在夹边沟 那去受虐待而死 让他们在夹边沟去饿死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 你老子呢 讲那些历史干什么 历史已经过去了 已经翻页了 中国已经对历史做出了深刻的反省 不会再重复了 那我告诉大家 可千万不要高兴的这么早 可千万不要过于乐观 按我的看法 现在习近平正在领导着中国 再重复那一段历史 正在领导着中国 回归毛泽东的时代 在毛泽东时代 在五十年代的末期 那我们呢 叫做超英赶美 叫做大跃进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叫做 2025中国工业计划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习近平 他领导中国 要在2025年 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 要在2030年 2040年 最迟不超过2050年 GDP要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大跃进吗 那当然了 我们现在不搞大链钢铁了 现在大跃进的方式是干什么呢 是大搞房地产 所以在中国东部的那些沿海发达地区 大家都大新土木 在中国现在有六千四百万座房屋 现在是没有人居住的 是控制的 这就是大新土木的这个产物啊 所以说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座一座的鬼城 只有房屋没有人的城市 不仅仅是在东部发达地区 甚至是在一些偏远的西部的地区 都出现了鬼城 在鄂尔多斯高原上面 那个荒凉 黄沙漫天 人口稀疏的地方啊 都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鬼城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大跃进的产物 那不仅仅是在城市是如此 农村呢 我们也有大跃进 当时农村呢 这个放卫星互产十万斤 我们现在不这么说了 现在的新时代的大放卫星呢 有新的做法 我给大家讲几则消息啊 有一则消息是从腾讯新闻网上面发出来的 说是河南玉东农村的 有一个地方啊 盛产阳树 所以那个地方啊 有一位农村的老大妈 他呢 就把这个阳树啊 锯断了 然后把这个树断了 就背到这个 扛到车站 那么他每一天呢 可以赚多少钱呢 每天可以赚六百多块钱人民币 一个月呢 就可以赚两万块钱 这个数字啊 让那些在深圳在上海打工的那些农民工兄弟听起来啊 那就非常的羡慕嫉妒恨啊 因为他们在深圳去打工 哪怕是在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打工 每个月也就是赚两千多块三千块钱啊 而且啊 还要不断的加班加点 而河南的那位农村老大妈呢 他轻轻松松的 他说啊 一边笑着一边跟记者说 说这个木头扛起来没有问题很轻松啊 男人干不动的我都干得动 这就是啊社会主义 习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 不过刚才的这条消息啊 仅仅是一个开始 后来腾讯新闻网陆续的又发表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消息 比如说啊 有一个九零后的美女到了农村啊 好像是种竹笋 还是什么种什么军类 那年入啊 年收入是六十万 一听起来六十万很多啊 这是在北上广啊 那些啊 白骨精就是白领骨干精英阶层 他们的收入啊 而在农村一个乡下的女子啊 轻轻松松的每年靠种这个竹笋 或者是种蘑菇就能够赚到这么多的钱 让人羡慕吧 但是这位农村美女 九零后美女她的父母啊 还在为她担忧 怕她嫁不出去 收入太少了 嫁妆都拿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腾讯新闻网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新闻啊 她说啊 这有一个啊 湘西的有一个小伙子啊 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啊 不羡慕城市的生活 依然回到了农村 在那个地方卖这个养牛 每个月啊 收入是四千万 四千万是什么是什么水准呢 这个是啊 现在一个大城市的啊 现在这个中国有三千六百多个这个上市公司 能够年收入啊 有四年利润能达到四千万的 十分之一都不到啊 所以说一个人回到农村 他的年收入就能够抵得上 一个上市公司的 一个顶级的上市公司的收入 厉害不厉害 农村好不好 当然好 这还不是最好的 我告诉大家 还有更厉害的 有一个海归的女博士啊 回到北京 他不想在北京呢 在金融繁华的这个金融区啊 在那儿啊 从事这个高端的工作 而是啊 在北京的农村郊区啊 在那儿租了几片地 在那儿开拖拉机 跟那几片地 过去的几年 他每一年的收入都是一亿 这就是我们现在农村的景象 农村现在可以说是遍地式黄金 所以说 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要号召大家 现在赶紧返乡创业 不要留恋大城市的生活 大城市多辛苦啊 大城市有多大的压力啊 回到农村 那才是你们幸福的根据地 那么农村的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 在农村种田是赚不到钱的 因为种田的成本太高了 种子的成本太高了 化肥成本太高了 农药的成本太高了 各种各样的成本加起来 太高了 而种出来的产品 农产品 它的价格又非常的低 所以在很多地方 绝大部分地方 种田呢 是赚不到钱 在有一些地方 种田甚至是赔钱的 所以说有很多的农民兄弟 他们宁愿把土地抛荒 也不愿意种田 现在全国各地 都有大面积的土地被抛荒 所以有几亿农民工兄弟 他们背井离乡到大城市里面去 就是因为在农村 他们赚不到钱 没有办法过生活 那么现在你要他们 这个返乡创业 他根本不可能创业嘛 现在农村的情况 一点都没有变嘛 但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还在一遍一遍的鼓噪 要大家回农村 农村有广阔天地 农村的前景一片大好 为什么 他们要这样欺骗 大家要欺骗国人 因为呀 现在中共的这个经济 现在正在大滑坡 即将走向崩溃 而这个经济滑坡和崩溃的过程 一定是伴随着一个现象 就是大规模的失业 很多城市的居民 很多农民工 他们会失去工作 很多的企业会倒闭 就在2018年的上半年 就有500万家企业倒闭了 中国一共的企业是3600万家 所以说差不多有六分之一的企业已经倒闭了 那么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倒闭 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现在的失业人口可能已经有几千万了 可能有上亿了 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那么中共知道 如果让这些失业的人口留在城市 尤其是留在大城市 这将是对他们的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是一个重大的隐患 因为这些失业的工人 这一段时间他们的积蓄永光 他们找不到工作 他们内心就会产生焦虑 就会产生不满 就会转化为愤怒 而这些愤怒 他们就会在街头表现出来 他们就会走上街头 街头运动就会开始 而街头运动就会转化为颜色革命 大家看一看 过去这40年的世界历史 有好多个国家的专制独裁政权 都倒台了 怎么倒台的呢 就是倒台于街头革命 就是倒台于颜色革命 大规模的人群走上了街头 最后在街头集结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 他就把旧的统治秩序 就给动摇了 就给瘫痪了 就会把这个军队的军心给动摇了 就会把旧制度旧政权给摧毁了 这就是中共最害怕的 所以说 他们现在要鼓动这个返乡创业潮 要把这个在城市里面的 这些失业的人口 那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民 要把他们驱赶到农村 驱赶到农村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软的 叫做骗 用骗的方法 所谓这个返乡创业潮 就是在骗你们 这个骗呢 当然的主导者 当然是习近平了 但是呢 操刀手 主要是团派的一些软骨头 比如说像李克强这样的 习近平不拿他当个东西 就拿他当枪使 要他做什么 逼着他去做 他明明知道 以这个李克强的这个聪明才智 他好歹也是北大毕业的硕士生嘛 以他的聪明才智 当然知道 所谓的返乡创业潮 根本就是一个大骗局 但是呢 他没办法 他向习近平臣服了 他必须得为习近平来背这个黑锅 所以他呢 在一年多以前 就开始号召大家返乡创业 那现在呢 又有新的人加入了 就是胡锦涛的这个儿子 胡海峰 在浙江省的省报上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号召大家要推动新时代的上山下乡 有其父必有其子 胡锦涛啊 他就是一个傀儡 他就是一个受江泽民操纵的 那现在找到了习近平 这么一个新的组织 他愿意为习近平 效全马之劳 他的儿子也同样如此 所以说团派的这些人呢 真是非常非常的 让人瞧不起 非常非常的让人失望 那第一种方法是骗 那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 赶 就是用强硬的方法 把这批人呢 赶出大城市 这个已经在北京试点成功 2017年北京市市长蔡奇 秉承习近平的旨意 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北京城驱逐了300万的 所谓的低端人口 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农村的 或者是城市底层的 失业的人口 300万 一年的时间 这个试点成功之后啊 习近平本来是在2018年 要向全国推广的 但是因为贸易战开始 把他们的进程呢 稍微阻止了一下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就过去了 他们还会再做 还会把北京的这个成功经验呢 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大城市 因为他们知道大城市 这就是颜色革命的中心地带 是颜色革命的主战场 所以他们要先把这个主战场啊 给清扫干净了 把主战场上面的敌人呢 要驱赶出去 那么驱赶到乡下 让大家返乡创业之后 大家是不是在那儿啊 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呢 不会的 我告诉你们 不会放过你们 那前几天 中共刚刚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 叫做啊 耕地占用税 这是一个什么税呢 本来在农村地区啊 在2008年还是07年的时候 那农业税已经取消了 据共产党说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 一个德政 但是呢 现在啊 新的税种又来了 耕地占用税 那也就是说 你在农村呢 你如果是要返乡创业 你不是要搞个工厂啊 至少要搞个手工作坊嘛 你要开工厂那你就 就要有厂房啊 你要个开桌房 你至少也要搭一个工棚啊 那么你在哪里去建厂房 在哪里去搭工棚呢 一般来讲 大家都是为了节省开支 一定是在自家的宅基地上面 好 这个时候啊 对不起 你要改变宅基地的用途 那你就要交耕地占用税 这是第一种啊 那你说我不开工厂也不开桌房 那我就来种植作物 种粮食当然赚不着钱 我来种经济作物怎么样 对不起 改变耕地的用途也包括种植经济作物 那有人说啊 我不种经济作物了 老子什么都不干 就种粮食 好 种粮食呢 我告诉你 这个政府有规定的 你只能种哪几种粮食 你如果是旱田改成水田 或者是水田改成旱田 也要收你的税 那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说啊 我在城市里面过去啊 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啊 现在手上还有个几万块钱的收入 我现在呀什么都不干 我偷偷摸摸做点呢 这个就是种点蔬菜 我自己啊 买点粮食 然后我就这么过下去 不给你交税 行不行呢 也不行 因为呀 我们还有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大工程 习近平要在全国各地重新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系统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将来农村地区的所有的人的开支 所有人的这个开 消费啊 都要通过这个供销合作社系统来进行 供销合作社垄断全国各地的农村居民的消费 你花每一分钱都要让他们赚钱 他们要把你口袋里面的所有的钱都赚过去 让你恢复到赤贫的状态 这就是现在返乡创业潮给大家挖下的一个巨大的陷阱 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出来阻止 任由习近平这么胡闹下去 那么我告诉大家 毛泽东时代一定会回归 大跃进一定会回归 更可怕的是 大家记不记得 大跃进过后是什么 是大饥荒 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在城市里面的人都吃不饱 农村的人一片一片的成为饿嫖 这就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的一种危险 在返乡创业潮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也会发生大萧条大崩溃 我们中国人还有可能面临着饿肚子的这种局面 我们现在百分之三四十的农产品是靠进口的 粮食是靠进口的 如果我们农村城市里面没有人做工了 如果我们的工业都倒闭了 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换得那么多的粮食呢? 我们哪里有钱换取那么多的粮食呢? 如果我们的外币 这个外汇都被那些权贵家族 被他们垄断了 被他们转移到了海外了 那么我们将来中国人用什么来购买粮食? 我们面临的就是大饥荒 所以说在返乡创业潮 这是一个大陷阱 我们一定不能够跳进去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 疑问 那你把习近平 中共他们把大量的人口赶到农村去了 他们怕这些人口在城市里面 给他们造成不变 冲击他们的统治秩序 难道在农村不能造反吗? 当然可以 但是非常的困难 现在中共已经开始了 他们的防止农村居民造反的这种举动 前几天大家都看见了 有很多的视频 从全国各地流传到网上的 就是大量的黑衣服的黑皮狗 黑衣警察到农村地区去 当农村居民大家聚集在一起 庆祝春节 大家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 他们去砸场子 不准农村居民聚集在一起 为什么? 怕你们聚集在一起 你们的愤怒你们的不满 就会形成共振 就会开始造反 而在农村地区 他们控制这些聚集 就相对的比较容易 现在他们用的是黑衣批警察 那么今后 他们还会建立一个民兵系统 就是要把农村那些二牛子 那些地痞流氓 把他们征召起来 让他们形成民兵 由他们来控制 来维持农村的秩序 将来农村的居民 你们无论你们现在是退伍军人 还是大学毕业生 还是农民工兄弟 一旦回到农村 你们就闹到了那一批人的手上 所以说绝对不能够回去 回去了 你们很难再反抗 大家留在城市里面 尽量的找工作 如果万一你们找不到工作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不是你们的错 这是这个社会的错 这是这个政府的错 如果一个勤劳的人想上班 但是不能够上班 那么你就有权力上街去抗争 你就有权力发出你的怒吼 今年3月5号 人民代表大会又要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 按照他的词意 他就是应当表达民意的 他就是应当代表人民 发出人民的诉求的 那么今年3月5号 这是一个上街的好时机 所有的这些农民工朋友 所有的这些退伍军人朋友 大学毕业以后 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的朋友 你们如果内心里面有愤怒 有不满 有诉求 这是一个很好的大家一起来提出自己的诉求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一个时机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呐喊要发出来 让那些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人 那些应当代表民意而没有代表民意的人 要给他们压力 让他们听见我们的呼声 我们就用这种办法 来改变我们的自己的命运 来改变这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 让任何城市 让任何农村都变得适合我们中国人居住 让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赢得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3月5号大家一起上街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 今天就讲到这里 再见